繼續回來了 我們繼續講 神再反揭若白 第一 神就好像第一次向若白顯現的時候 向他講話 我們一起看6至9 於是耶華從旋風當中回答若白說 你要好似勇士蓄腰 我問你 你可以指示我 你豈可廢棄我所已定的 豈可定我有罪 好顯自己為義嗎 你有神的傍秘嗎 你能夠像他那樣發雷聲嗎 神向他顯現並發出三個問題 第一 若白你是不是廢棄我的典章 意思是神所已定的人不能廢掉 第二 若白你怎能夠定我為有罪 很顯示就是你自己為義 意思是神做錯事 若白沒有做錯 第三 若白你有權能夠保持我這樣嗎 然後我們繼續看下去 第10至13 你要以榮耀莊嚴為裝飾 以尊榮威嚴為衣服 要發出你滿日的怒氣 見一切驕傲的人使他們降臂 見一切驕傲的人將他制服 將各人踐踏在本處 將他們一同隱藏在塵土當中 將他們的臉隱蔽在隱吊處 接著神就幽默地諷刺地向若白建議 要若白扮以神的角色 來看看他能不能做到神 首先若白要打扮得像神一樣 其次就要將一切惡刑 惡人都是服刑的 我們看第14節 我就應你右手能以救自己 就要說到若白能夠成就這些東西 神就認為他有能力自救 神這樣來反揭若白 是要他知道人必須依靠神才能活下去 人反而不可以反問神的作為 只要對神的作為是有完全信靠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是B 神再去考問若白 神就用兩大巨獸創造的奇妙來考問若白對他們的認識 表示若果他要以公義來管治這個世界 他就一定要順服這兩隻大怪獸 這樣顯出他有權能和神對話 這兩隻大怪獸在陸地上是最龐大 一隻就是海裡最兇猛的 好了 我們首先看第一 就是河馬被造的奇妙 我們看第15節 你且看河馬 我造你也造他 他吃草跟牛一樣 河馬是神所創造的 就跟若白一樣 非神話中的怪獸 好 接著我們就看16至19 他的氣力在腰間 能力在肚腹的根上 他搖到尾巴就像香柏樹 他大腿的根互相聯絡 他的骨頭好像銅管 他的肢體彷彿鐵棍 他在神所創造的物當中為首 創造他的給他有刀劍 他的食物就像牛一樣 但是力氣就很異常 尾巴粗得像香柏樹 骨頭就像鋼鐵一樣 是神所創造的白獸當中最龐大 但是神可以用利劍來制服他 或者是權能來制服他 接著就到20至24節 朱山被他出食物 也是百獸遊玩之處 他伏在連業之下 我在蘆葦隱物處和水蛙子當中 連業的陰糧遮蔽他 溪旁的柳樹環繞他 河水氾濫他不發震 就是若淡河的水漲到他的口邊 他也是安然 在他防備的時候 誰能捉住他呢 誰能捕囂他 他穿他的鼻子呢 滿山遍野的供應他的食糧 他和百獸平安相處 因為其實他是食草獸 他像嬉起在淺河當中成糧 他的身材是不怕河水氾濫的 他不容易被捕捉 只是在他沒有防備的時候 或者是可行 好了 我們接著看 就是這個保住的內容 第一 40章15節裡面的河馬 究竟是指什麼樣的毒物呢 學者的意見都有很多 有很多點 A 他是神話裡面的怪獸 但以理書420章15節 就說他是神所創造的 他的生活樣式 包括吃喝休息 都像是一隻真正的動物 而在第38章39節 至39章30節的動物 其實全部都是真正的動物 而這個動物的原文 在其他地方 也是一種真實的動物 B 有人說他是古時的巨匠 C 有人說他是絕種的母國西牛 D 有人說他是鱷魚 E 有人說他是紅方時代的恐龍 F 有人說他是巨大的水牛 最後 就是說他是河馬 這個字可以解作是單數或複數 本意就是牛群 但也代表著其他動物 例如畜類 鱷魚 酒獸 他也指是河馬 埃及人稱河馬是水中的牛 以錯下書30章6節 就說他是南方的生畜 南方是指埃及 顯然這些獸 就是埃及通曉的獸 一隻成長的河馬 可以重八千磅 而埃及法老王喜歡狩獵河馬 他們的獵獵河馬就像戰勝惡勢力 也藉此樹立執掌王位的大權 在他們的史冊和卑華當中 有法老和葡草樹當中 用杜歐魚叉 拆入河馬的巨口 埃及神話的諸神 也可以化身為河馬 來顛覆迪神的船隻 保住第二點 40章17節的搖動 意思是堅硬起來 全句可以譯成堅硬其尾 就像香柏樹枝 40章18節可以形容河馬骨頭的象 就像銅鐵一樣乾硬 也挺合乎古埃及人的神話 他們稱鐵是河馬的神 第40章23節的約旦河氾濫 亦不會令到恐龍懼怕 究竟牠是哪一種動物呢 如果是我本人 就認為牠就是河馬 因為在埃及地 其實是有鱷魚和河馬 鱷魚在一些淺的河裡生活 當然我們明白到牠有盔甲 牠可以吃到很多東西 但是能夠吃到鱷魚的就是河馬 河馬是可以一口咬死鱷魚的 所以在動物界裡面 河馬是非常之厲害 可以吃了河馬 河馬可以吃了鱷魚 所以牠應該在這個食物鏈的頂端 所以如果你能夠打敗牠的話 其實是非常之厲害的 好了 先講到這裡 之後會講到第41章的內容